哈喽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妮可 希望和你分享最地道的美国本土美食 今天我吃不动汉堡了 我要吃回中餐 不过我今天要去的这家中餐 却是美国人印象中的传统美食连锁 七八十年在开始创造的品牌 是全世界最大的中餐连锁 它就是Panda Express 跟我走吧 虽然说是中餐 但是Panda Express做的是地道的西式中餐 也就是在美国常见的 New York style Chinese food 大家可以估计理解为 美国魔改的第九大菜系了 其实纽约菜的出现是在第一代华人移民 努力奋斗融入美国社会的大倍减加出现的 当时的华人移民大多是体力工作者 偶偶有做清洁和餐饮的 也主要是内循环服务在美国的华人 于是大家才想出来纽约中餐这个噱头 第一次有了服务美国人的华裔经济模式 所以可以说纽约市中餐在经济层面上 打开了华人移民里面 沿入美国社会的大门 要说Panda在美国有多么深入人先 去学校里面看看就知道了 美国很多大学甚至高中里面 除了配置最标准的汉堡热糕披萨之外 最常见的就是Panda Express了 所以很多美国人上学时代是吃Panda渡过的 好了 我们吃的就上来了 点了两个盒饭 一个炒饭 一个炒面 分别配了两个菜 这是橙子鸡 核桃 虾 配一个炒饭 这炒面配的是公保鸡 北京牛 即使是这个公保鸡 大家也不要有什么误会 它和公保鸡丁没有半毛钱关系哦 咱们一个个的尝 这炒面比这个炒饭好吃 这个炒饭我感觉有点炒糊了 这个厨师可能炒得太过火了 炒面的话这个味道还是有的 有点偏甜 青菜啊 锅器啊 它有点酱油的味道在里面 看起来挺像炒饭炒面的 但是没有啥味道 你把它当作是个主食吃就好了 你要是配菜吃 我觉得应该刚好 如果单单吃的话就不行 就有点淡 满分10分的话我给它打个4分吧 这个是Panda最有名的Orient Chicken 橙子鸡 这个就很美式了 鸡肉是炸的 酸甜口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就是家庭版的糖处理鸡 这个还可以接受 就老外喜欢的味道 我觉得还行 我能接受 我觉得面糊其实刮得有点厚 但是鸡肉其实蛮 juicy 不干那种 这个橙子鸡 满分10分的话我打6.5分 这个是北京牛 你们先吃吧 北京牛哦 摄影师 北京人 我这个北京人 老师从来没降过 你们北京有这个牛吗 没降过吧 试一下北京牛 到底有多牛 这里面有甜椒 洋葱 还有一点辣椒之类的 你看那个辣椒粒 微微辣 面糊一样裹着美料好 吃不太出来 这个牛肉的味道 我就没有办法理解 它和北京有什么关系 小伙伴们 你们知道为什么叫北京牛吗 整体味道还可以 有了洋葱和青椒的味道 味道也是丰富了一些 北京牛满分10分 我打7分 接下来吃这个公保鸡 是美式公保鸡哦 这里面有黄瓜 阿生 红椒 青椒 还有这个干辣椒 感觉料还挺丰富的 像那边一回事吧 我来尝一下味道 它整个辣椒吃下去 这个干辣椒其实还有点辣 来 小伙伴们 给你们表演搅辣椒 这牛逼吹大了啊 不行不行 歇一下 歇一下 起码我没有被辣哭嘛 对吧 我不是老白 我不会辣哭 来 摄影师留个辣椒给你 来挑战一下 没说 拍照还得干这个 加钱 摄影之外 还加一个工作 来 加钱 来 加钱 辣吧 哇 这真的辣 四川的辣椒 不是 这吃那个 我这个辣椒是紫蘭头 这个辣椒也太辣了 哇 真辣 挑战成功吧 虽然和公保鸡丁毫无关系 但是它这个鸡肉没有裹面糊 加上调味料也没那么重 而且还有那么一点辣味 但是这道菜能吃到锅去 因为它应该是用大锅炒炒的 能吃到一些锅去 公保鸡丁满分10分 我能打个7分 这是核桃虾 这一虾感觉还挺大的 来尝一下味道 就是吃第一口 就是它挺香的 但是吃多几口了以后 就感觉有点腻 不过好的是 它们这个虾个头还可以 不是很小那种 这个是属于 完全是属于独创的菜了 就是国内那种不过核桃 死甜死甜的 就是这种本身是有堂壳的核桃 然后炒这个虾 然后再放美乃滋 然后再放一些甜酱 哇真的 好 好甜 好甜 这个好甜 满分10分的话 OK 5.5分 这两个东西 大家应该认识吧 就是叫 是这边的中餐店里面 一定会有的 来看一下这里面有 有什么 这边是生意圈 这个月真相与我同在 与你们也同在 其实我蛮感慨当年魔改这些菜的厨师们的 不得不承认这些菜和我们认知的中餐已经有点差距了 但是它绝对就是中餐的做法 后厨都是老外 他们做饭也是用大炒勺做饭的 这个口味也确实是老外喜欢的味道 现在觉得不难 但是想想这个菜系的出现是在19世纪 也就是清朝时代的事情了 实在觉得咱们中国首领人的智慧真的不简单 小伙伴们你们觉得纽约菜有意思吗 Panda只是个小小代表 算是最平民的 大家喜欢的话可以评论区和我互动一下 我可以去别家的纽约菜系看看其他的菜品 好了我们这段Panda就吃完了 一共花了19块7毛5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是妮可 希望和你分享最低道的美国本土美食 喜欢的话记得一键三连支持一下我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拜拜